逛街时 我女儿伸出小手 奶生奶气的撒娇 让妈妈抱抱 我老婆抱起她 又对我撒娇 要老公抱抱 我对她伸出手 结果楼上的广告牌突然砸下来 狠狠砸在了我老婆的脑袋上 她脑袋被砸凹了 血肥溅到了我的脸上 受伤了一瞬间 她下意识紧紧抱住女儿 然后被广告牌压在下面 我傻了 我伸出双手 迎来写的拥抱 我喘得气 想要喊出来 可我却说不出话 我嘴里只有啊呀 我好像失去了语言能力 像狗一样趴在地上 却看见我老婆满脸是血 女儿在她怀里下哭了 她对我伸出小手 和我娃娃哭 爸爸 痛 爸爸 抱 我双手想要先开广告牌 可是这东西好重 不管我怎么用力 它就是纹丝不动 老婆还没有死 她流了好多血 虚弱的看着我 那一双平时让我沉醉的眼睛 现在却昏昏沉沉 好几次想要闭上 不要 不要 我喘得气 我让自己不要哭 哭就会失去力气 可是我控制不住 我喉咙好肿好痛 我想求老婆别闭眼 可是我说不出话 旁边的人们赶紧要上来帮忙 一个大妈急了 她着急的说 别帮忙啊 广告牌是有电的 原本想来帮忙的人们 顿时都停住了手 那广告牌上的灯断断续续 电线还连接在上面 我咬着牙 一次又一次想把广告牌抬起来 可我一个人根本就办不到 我女儿还在下面哭 爸爸 痛 我以为女儿没有伤 可不是的 她还那么小 她被老婆和广告牌一起压在身下 虽然没有外伤 可那小小的肋骨又怎么承受得住 老婆听着女儿的哭叫 仿佛一下子有了力气 她咬着牙 平时温柔的她 却发出撕心裂肺的嘀吼 想把女儿往外推 她用柔弱的肩膀 和我一起把广告牌往上扛 可是她没有什么力气了 当她软软的再次摔下去 又一次的挤压 让面朝我的女儿 吐出了一大口血 我要疯了 我没有抱到他们 我的怀里只染上了他们的血 尤其是我老婆 她抽气着 明明是好怕痛的一个人 却还是忍痛 用那双手在地上使劲的扣 她指甲断裂 她双手布满血痕 她想挖开不行街的地砖 想让我们的女儿多一些空间 我终于能说话了 我哭着和人们说 帮帮我们 求你们了 那大妈连忙喊 不飙上去啊 谁要是被垫一下就死了 我扛在前面 你们托我的胳膊 那也不行 隔着你把别人垫死了怎么办 旁边的人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的人拿出手机报警 有的人拿出手机对我们录像 终于有人说 赶紧叫店家先把店闸给关了 可问题是 店里没有人 店门是关着的 上面挂了个牌子 说出去吃饭了 有事可以打电话 大妈拿出手机 打通了店家的电话 她一开口就说 喂 快回来 你家招牌把人砸了 人都要死了 你要给警察抓去坐牢咯 刹那间 在场的人们都傻眼了 我忍不住怒吼 你在跟店家说什么呀 你先让人回来呀 大妈问 我哪里说错了吗 我是说了快回来呀 她又要讲电话 结果说店家把电话挂了 她又再次打过去 很疑惑的说怎么关机了 我没有时间和大妈争执 因为我听见老婆在哭喊 她用破损的手指 一次又一次 使劲的挖着地砖 她血流如注 她咬着牙 又没有指甲保护的血肉 使劲去扣 只想给女儿多出一些保护空间 女儿在吐血以后 连大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脸憋得通红 努力想往外爬 小手朝着我伸来 希望我能抓住她 我牵住了女儿的小手 想试着把她扯出来 可只要我一用力 原本虚弱的她 就会痛叫一声 我不敢动了 我怕给她带去二次伤害 最终女儿也没了力气 只能躺在地上小口喘气 老婆慌了 她吻着女儿的额头 哭着说 宝宝别睡觉 妈妈不是故意压着你 妈妈真想把自己的肉都割下来 给你多留点位置 我看着这一幕 我心如刀角 老婆根本看不见 她自己的脑袋已经被砸凹了 可她还是努力保持清醒 去哄着我们的女儿 我真恨不得广告牌是砸在我的身上 我开箱店门 这是两道门 外面是镂空的卷拉门 里面是钢化玻璃门 既然那店主不回来 那我就把店给砸了 我抓住卷拉门 因为防盗的设计 镂空上有尖锐的刺 扎进了我的手 我忍着痛 使劲用力 把卷拉门往外扯 我越用力 尖刺扎得越深 我满手是血 痛得我怒吼 我轻轻暴露 感觉自己血管都要炸了 我用力过度 眼前阵阵发黑 却还是使劲把门往外扯 旁边的人们都看急了 有女孩捧着奶茶 着急的跟男朋友说 你快去帮忙啊 也有汉子急忙脱离衣服 用衣服包裹着自己的手 冲到我身边一起扯门 大妈指着上方 说 还有好几个牌子呢 万一又掉点什么下 来 你们也被砸死了 大家仿佛没听见大妈的话 都抓住了门 每个人都大喊着123 然后一起用力 卷拉门被扯得发出巨响 墙壁上的石块开始掉落 出现到裂缝 随着一用力 卷拉门终于被我们扯了下来 里面的玻璃门没上锁 我拉开门找电闸 可迎接我的却是绝望 这个商店里面还有仓库 仓库用的是防盗门 外面怎么都找不到电闸开关 说明电闸是在仓库里面 有人急了 连忙说自己是骑电动车来的 马上去附近把开锁师傅带来 还有个大哥冲到人群堆里 大喊 有力气的爷们 都跟我去把不行接的石吨都搬开 别当了一会就会车进来 他们和我家素不相识 可每个人都在为了生命奔波 我趴在地上 心如刀割的看着老婆 她还没昏过去 还在艰难的扛着 用满是血痕的双手挖着地面 我知道 她早就要扛不住了 可她不敢松懈 她怕身下的女儿受伤 老婆喘着气 虚弱的和我说 哇 挖开了 我看着那松动的地砖 艰难的把手伸到底 把地砖取出来 看见地砖的那一刻 我心都要碎了 不行接的地砖没有红色的 可是这一块被染的鲜红 边缘处上都是破碎的指甲和血肉 每一道裂痕 都是我老婆忍着剧痛挖出来的 尖锐的痕迹 一次次刺进她的肉里 让昏迷的她保持着清醒 第一块地砖被挖开后 别的也更容易了 她把受伤的手指 刺入下面的泥土 努力往外拖 而我也把手伸进去 使劲往上扯 我们终于又扯下了一块地砖 老婆使尽全力 尽量小心翼翼 把女儿压在泥土上 忽然 女儿开始咳嗽了 她大口大口的喘气 呼吸变得顺畅好多 我见到这一幕 我泪如雨下 可紧接着老婆的状况 又让我心里一惊 她状态是最糟糕的 她就是凭借着想要保护女儿的一股劲 才能坚持了这么久 当女儿可以喘气 她也开始昏昏欲睡 差点想要轰过去 随着老婆的虚弱 广告牌发出一响 又往下压了点 她察觉到不对 想再次扛起来一点 却已经使不上劲了 我急了 我连忙趴在地上 往广告牌底下钻 我用肩膀抗住 使劲往上撑 老婆稍微轻松了一点 可我这才感受到 压在他们身上的东西 是多么沉重 旁边那大妈嘀咕说 哎呀 也不怕给垫死了 自己要是活下来 还能再取再生了吗 老婆见我钻进来 她虚弱的睁开眼睛 尼难道 你怎么也进来了 我紧咬牙关 使劲把广告牌往上扛 我对着老婆挤出笑容 说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有重量就一起扛 她虚弱的说 你快出去 我摇摇头 不但没出去 反而也狠心 将膝盖使劲弯曲 我要把趴着改成跪着 我要用我身体每一寸的力量 帮他们减少更多的重量 广告牌为了绑死木布 用钢丝打了很多个捷 当我使劲往上抬 那钢丝节刺进我的肩膀 我的背 我的胳膊 疼痛 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力量 我仿佛肾上腺素爆发 终于将姿势从躺着变成跪着 然后我大口大口喘着气 让自己全身肌肉保持用力的状态 因为我感受到了 只要一个不小心 我就会死 就好像健身房里握推举重的那些人 当他们举起不可思议的重量 他们会很清晰的感受到 自己必须很小心 否则会被这个重量轻而易举的压断脖子 我现在就是 当我感受到了那份重量 当我成功用上跪姿 我很清楚 自己一旦失去力气 这广告牌会直接压断我的脖子 让我瞬间死亡 但我不后悔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东西压在他们两个的身上了 我跪在地上 看着放松的老婆和女儿 即使我在随时能让我丧命的重压之下 我内心却感到无比的安宁 无论是生 是死 只有在他们身边 才是我的归宿 虽然没有东西压着 但老婆已经爬不起来了 她努力朝我伸出手 牵住了我的胳膊 我挤出笑容 双手撑在地面 不敢回应她的牵手 如果说我今天会死在这里 那我并不是死而无憾 因为我的归宿就在身边 我却没有办法伸出手去拥抱他们 我对女儿说 宝宝 你还有力气吗 你有力气就爬出去 我曾经希望时光慢一点 想慢慢看孩子成长 可这是我的第一次觉得 时光太慢了 因为女儿才两岁 她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谍词 我怕她听不懂我说的话 她躺在地上 圆鼓鼓的小脸上 带着血迹和泪痕 她还是对我伸出小手 哇哭 爸爸 泡奶奶 我心里满是悲伤 她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她只会简单的交流 她只知道 痛了的孩子可以要奶喝 我只能忍痛和她说 你爬出去 出去就有奶喝 女儿还是躺在地上挖哭 老夫不知哪来的力气 又动了起来 我跪在地上 用肩膀扛着广告牌 她爬在地上 用肩膀 把女儿往外顶 虚弱的她爬得很慢 每爬动一点距离 就在地上流下血迹 就在这个时候 一张人脸忽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是那个大妈 外面的人们在为了救我们而奔波 此时没有人在看热闹 只有大妈 她凑在广告牌 死死的看着我 她忽然问我 救护车要到了 我问你们 你们家里有没有兄弟姐妹 我帮你们联系 到医院要有家属签字的 我说 没有 只有爸妈 她呜了一声 不知从哪找来了一根棍子 我寻思如果是要来帮忙的 这棍子也无法支撑广告牌的重量 可是突然 大妈竟然将棍子戳在了我的脑袋上 她一边用力的拿棍子打我 一边嘴里说 阿弥陀佛 我着急的说 你疯了吧 大妈小声说 你们自己倒霉 别赖上我家 菩萨不要怪我 阿弥陀佛 她再次使劲的用棍子戳我 嘴里一直在念佛 我明白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 这店主只怕是她的家人 一开始的时候 她让大家不要上来帮忙 恐怕就是知道自己家惹上祸害了 她不是关心别人 她是怕一旦店到别人 自己家里要承担的赔偿更多 还有 她给店主打电话的时候 她故意那样说话 就是想让店主赶紧跑 别被警察抓了 还有 我们想扯开门的时候 也是她想方设法 要我们助手 说小心上面还有广告牌砸下来 明明拉下店闸 大家就可以来台 可她为什么阻止我们 因为她一开始就知道 商店里面还有一道防盗门 她一开始就很清楚 我们拉不下店闸 可她心疼自家的店被拆了 大妈戳得特别用力 不断地用棍子戳打我的内部 她真的想我们死在里面 她在赌 赌我们家 如果我们一家三口都死在里面了 对大妈一家来说 只要耗死我们那尸毒的老父母 她家连赔偿都省了 在我们一家最困难的时候 还要承受大妈带来的最大恶意 我好想喊救命 可我没办法 正在用力的人 是不能乱大喊的 否则在喊完的那一刻 力气会消失很多 我只能忍着大妈用棍子戳打我的疼痛 可她越来越急 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猙獰 她又看它四周 估计是发现没有人在注意她 于是她直接向棍子对准了我的眼睛 狠狠戳了下来 我扭过头 让棍子戳在了我的太阳穴上 好痛 棍子划过眼角 带来的剧痛让我浑身颤抖 我没法抵抗 为了老婆和女儿的安全 我只能忍受这一切 老婆恳求的说 别这样 我们还有救 大妈激动的说 你没救了 你看不到自己脑袋都凹了 你是个半死的人了 老婆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情况 我不敢说 我想她坚持下去 可这个大妈 却什么都说出来了 她激动的唾沫横飞 我都快看到你脑子了 你是一个活不久的人了 你们都别活 不然我家要赔好多钱 老婆愣了一下 她咬咬嘴唇 却没有我想的那么绝望 她依然努力把女儿往外推 虚弱的喊 救命来个人 我们都来不及绝望 因为对我们来说 女儿能活下去 才是最重要的 老婆的声音太小了 她受伤严重 喊都喊不大声 这个时候 女儿终于有了动静 她被自己妈妈往外推 也终于明白了要做什么 她开始往外爬 这原本对我们来说 是希望的曙光 可大妈竟然用棍子 把我女儿又捅了回去 我女儿再次往外爬 结果又被她捅了回来 那根棍子 在两岁孩子娇嫩的脸上乱刺 刺破了女儿的皮肤 鲜血淋漓 女儿痛哭了 哇哇大哭 大妈急了 竟然直接把棍子 捅进了我女儿的嘴里 用力乱搅 可怜我女儿被棍子 搅得满嘴是血 她一旦想哭 大妈就把棍子用力捅 让我女儿都喘不上气 这个畜生不如到老东西 我要是能动 我都恨不得把她的皮给扒了 忽然 那大妈赶紧把棍子扯了回去 藏在身后 我女儿哇哇吐了一大口血 原来这是外面有人来了 那外面的人在大喊 兄弟 我把我车子开进来了 我的车有拖车沟 现在就把车子拖开 你们注意点啊 无辜的每个人都在帮我 有罪的人却在害我 我喊着 帮帮忙 这大妈 忽然 车子的引擎声响了起来 我知道 别人听不见我说话了 外面是轮胎在地上摩擦的巨响 大妈脸上的表情忽然很慌 她着急的转身走了 我只希望她是跑了 千万不要再做妖了 慢慢的 我感觉身上的重量变轻了 是外面的车子 正在缓缓拉开这个广告牌 广告牌上的幕布有破损 我透过破损 可以看见外面的人们在为了我们拼尽全力 为了让广告牌平稳的被扯开 他们用了三根拖车绳 中间是一台车子拖着牵引线 尽量缓慢的在步行街上拖行 低档加速下 轮胎冒出阵阵白烟 车主不顾轮胎和引擎的损耗 小心谨慎的操作 两边的牵引线维持平衡 可是步行街进不来这么多车子 人们围惧在两边 用手抓着拖车绳 巨大的重力和摩擦力划破了他们的手 拖车绳大吼 左边 左边加点力呀 广告牌有些倾斜 再次朝着我们砸来 这位大哥被重量带的拖行 他膝盖狠狠磕在地上 裤子都磨破了 两条腿都是血 他憋得脸色通红 死抓着拖车绳不放 大吼 加点力呀 旁边的几个汉子看见了 连王爷跑过来 一个个顾不得手被划破 一起抓住了拖车绳 保护我们的安全 我鼻子一酸 可我不能再哭了 老婆的伤口 让我心路刀割 我必须冷静下来 抓住保护好他们的每一个机会 我想站起来 可在这个时候 我才发现自己的身体损耗有多厉害 我的腿好软 完全没有力气 就好像百米冲刺的人 在冲刺的那一刻感受不到疲惫 可在跑完几分钟后 腿部的疼痛和酸软会全部起来 我刚才只身一人扛了广告牌的时候 已经耗费了我全部的力量 现实不是电视剧 人类没有办法像拍电影的主角一样 受了伤还能考虑身体实现奇迹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我的腿好痛 我的肩膀 我的背 包括我的脖子 每一寸肌肉都完全僵硬了 身体使不上力气 连再次扭头的力量都没有 我不断的催促自己 动起来 赶紧动起来 女儿又哭了 她张开嘴 那一张小嘴里 全是被棍子捅烂的鲜血 我看着女儿受伤的样子 一股难以形容的愤怒 只冲我的心底 我莫名再次有了力量 看着她伤成这样 我的肾上腺素都在爆发 那张小嘴 平时我和老婆连亲一手的亲一下 粉嫩的小嘴在那捉吧捉吧 可是今天 那肮脏的棍子却捅进她的嘴里 让她满口都是鲜血淋漓 女儿受伤的模样和哭声 让我和老婆都同时有了力量 既然站不起来 那我艰难的用膝盖走路 把女儿往外推 老婆也和我一样 努力往前爬 把女儿往外推 对我来说 膝盖废了也没关系 身体垮了也没关系 对老婆来说 她也是没有犹豫就做出了选择 只有这个小宝贝 是我们的心生 是我们一切的曙光 可就在这时 我透过幕布的破损 忽然看见了刚才那大妈 我慌了 我看见她开着一台三轮车来了 步行街上 放着一排石吨 用来阻止车辆通行 人们用胳膊和肩膀 搬开了几百斤的石吨 是为了让救护车进来救人 可她却借着人们的善意 把三轮车开了进来 朝着拖车绳狠狠撞了过去 有路人群众看见了 几个汉子连忙扑到三轮车前伸出手 妄图用身体挡住三轮车 也有伸手灵敏的青少年 抓住了三轮车尾部 被三轮车带着拖行 人们发出尖叫 每个人都想让三轮车停下来 甚至一个小男孩 也是抓住了三轮车 大哭着说停下来呀 我转过头 看向老婆 她正好和我四目相对 我们没有言语 可她也听到了那些尖叫 她看着我眼睛 放弃了自己的爬行 她和我一起 把手对着了宝贝女儿的小屁股 狠狠一推 我们的宝贝女儿 被往前推了出去 人生总有第一次 第一次她来到这个世上 我鼓起好大的勇气 才敢把小小的她抱在怀里 第一次她想要吃奶 老婆忍着生完孩子的疼痛虚弱 温柔地把她抱紧 第一次她喊妈妈 洗碗的老婆急忙跑向她 不过脚下一滑摔倒 又哭又笑 把她捧在怀里 第一次她喊爸爸 却是在我出差视频的时候 我激动地抱着手机 清了好多次屏幕 在这世上有一个人 她对我们没有任何要求 她对我们没有任何寄托 她只要见到我们 就会路也走不稳地站起来 开心地对我们拍手 笑得眼睛眯成了月眼 第一次让身为平凡人的我们知道 原来这世上有一种人 只要是看见我们 就会露出最真诚最开心的笑容 我痛得心要被撕裂了 这也是第一次 我们将她推了出去 孩子不知道这是永别 她被推出去的时候 回过头 还以为我们在玩闹 及时受了伤 也露出了甜甜的笑 拖车绳被撞 广告牌再次塌下 我扭头看老婆 但她没看我 而是痴痴地看着孩子 我最后的一丝力气 伸开双手 坚硬的钢丝结 再次刺进我的肉里 我的额头 我的脸 我的胸膛 那沉重的广告牌 将我压了下来 明明这是很短暂的事情 可对我来说 世间的一切都仿佛慢下来了 我身体被压得往后倒 正好压在老婆身上 跪着的我往后倒去 大腿的肌肉阵阵撕裂 我眼前一黑 全世界都仿佛安静了 我迷迷糊糊 看不见 听不见 可我能感受到她的体温 我每一 次呼吸 大量的血腥味在鼻腔里蔓延 鲜血一口一口的吐出来 可我还是好努力摸索着 即使肋骨全部断了 即使感觉身体里面被一道一道穿透了 在失去意识前 我还是努力在寻找 在摸索 终于 我牵住了她的手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感觉有人在动我 我努力睁开眼睛 才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单架上 而我朝着旁边看去 发现老婆就在我旁边 一个急救援轻轻的拍着我的脸 和我说 车一下 我们马上就要到医院了 我虚弱的和她说话 而她听不清楚我说话 把耳朵凑到了我的嘴边 我努力说 先叫我老婆 她说 你别担心 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患者 还有一个急救援抱着我们的女儿 但是女儿只喜欢给我们抱着 不喜欢给陌生人抱着 她在急救援的怀里哇哇大哭 一次次对我伸出手 想要自己爸爸妈妈抱 我呆呆的看着老婆 不知道她能不能挺过这一关 当我们被送到医院 我们都被推上了手术台 打上麻醉后 我就昏迷了 睡过去前 我在心里不断的祈祷 我还想再见我的家人们一次 如果老天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加倍珍惜我的家人们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病床上了 见到我醒了 护士赶紧叫医生过来 给我检查身体 医生查过病无大爱以后 我担忧的问医生 我老婆怎么样 医生说 你老婆活下来了 她头上按了个钢板 以后脑袋上会秃头一块 虽然不美观 但是人活着比什么都好 我松了口气 我说 谢谢医生 只要人活着就好了 美不美观的 我们会自己买假发 医生让我养好身体 而我爸妈知道我醒了以后 很快就把女儿抱过来陪我 女儿一见到我 就很想要我抱抱 可惜我现在的身体不能抱她 我只能轻轻地摸着她的脑袋 和她说 宝贝 等爸爸好了 一定每天都抱你 女儿在旁边捧着小奶瓶 吸着奶 有点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她下意识就把奶瓶递给了我 咦呀咦的 要爸爸也吃一口 平时我是不可能会吃的 但是这一次 我也咬住了奶嘴吃了一口 女儿看我也在吃奶 她哥哥笑了起来 谢天谢地 老婆身体恢复得挺好 当我和老婆的身体好了一些以后 医院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双人病房 让我俩一起住 我们两个都很庆幸 自己还能拥有一次生命 而大妈那边 也很快就有了事情进展 这一天 外面忽然很吵闹 有人推开了门 一个女孩走进门 见到我们之后 她扑通跪下了 她哭着告诉我们 她的爸爸妈妈被警察抓了 我这才明白 她爸爸就是那个店主 而她的妈妈就是那个大妈 女孩跪着祈求 我们能谅解她妈妈的行为 因为现在她妈妈已经涉及到了刑事犯罪 她希望我们能出去谅解书 我静静地看着女孩 一言不发 而她擦着眼泪说 我妈妈只是想保护我 你们出事的时候 她以为我们家里要背上巨债 为了我的前途 她才做了这么傻的事情 我承认我妈妈有错 可她也是为了我 我今天跪在这里 只希望你们可以原谅一个母亲 我老婆说 原谅一个母亲 想杀死另一个母亲的行为呢 女孩愣了一下 随后连忙摆手说 不是这个意思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 我只能代表我妈妈郑重其事的 和你们说一声对不起 我们会赔偿医药费 我们也会给别的赔偿 我求求你们了 能不能出一下谅解书 我瞥了她一眼 冷冷地说 出去 我不可能会原谅这一家人 我清楚地记着 在我全家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在我渴望保护家人们的时候 那个大妈想要把我们置于死地 我相信 一个人如果连恨的勇气都没有 那么她不会去爱人 因为她根本保护不好自己深爱的一切 这个女孩为了救自己的父母 经常过来骚扰我们 她刚开始的时候 还会跟我们磕头认错 还会说要给我们赔偿 可是在被我们拒绝了一次又一次以后 她也急眼了 说如果我们不出谅解书的话 以后一定会想办法找人收拾我 我被这个女孩烦得要命 最后我就告诉她 不是你要找人收拾我们 是我们要找人收拾你 你别在这吓唬我 到时候你爹妈都在牢里 你一个顾家寡人 把我逼急了 我砍断你的腿 我自己进去坐几年牢 你觉得有谁能保护你 女孩愣了一下 吓得不敢说话 可离开医院后 女孩就急忙跑去告诉警察说 我们恐吓她 她在警局里撒泼打滚 要求把我们也抓起来 除非把她爸妈给放了 警察问清楚情况后 拘留了她一天 从此她不敢再来找我们麻烦了 法院的判决来得很快 甚至在我们出院之前就判了 因为这件事情 在我们这城市算是引起了一些热度 很多人都在等一个结果 而且我们拒绝千两解书 所以判决会来得更快一些 无论是检方还是被告律师 都确认了这件事情 是故意杀人未遂 而不是故意伤害罪 因为那大妈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抱着希望 我们死亡的心态犯罪的 被告律师的陈述很简单 他说虽然大妈主观意识上 想杀死我们三个 但是最终我们都没有死 既然事情结果是 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希望法院可以从轻处罚 说完以后 他就不怎么发言了 有人偷偷跟我说过 大家都知道 这些大妈一家打官司 是肯定会输的 所以很多律师不愿意帮忙打官司 最后只好找了法院援助 这种必输的官司 人家律师也没办法 只要按流程走一走就行了 法院认为 杀人未遂虽然要从轻处罚 但是情节严重的要加重处罚 这一次 大妈想杀害的人并不止一个 而是有三个人 而且她在第一次失败以后 又采取了三轮车撞击的方式 进行二次犯罪 属于情节非常严重 应该加重惩罚 最终法院判决杀人未遂成立 并且情节严重 判决有期徒刑八年 我特意咨询过律师朋友 我的朋友告诉我 在没有落下重大伤残 和没有死人的情况下 判到这个程度 算是非常严厉的处罚了 朋友还告诉我 很多情节较轻的杀人未遂 最后只判了三年 至于那个店主 也就是大妈的老公 赔偿了我们所有的医药费 务工费 他因为事发以后有潜逃行为 没有采取义务的救援来拉店长 所以也被判了两年 路过的人就算不救我也是合理的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义务 但他身为店主 他的广告牌把我们给砸了 他负有法律责任 他的救援理应是义务行为 而不是自愿行为 可是他逃避了自己的义务 这两个人的判决算是大快人心 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那个女孩家里就破产了 据说还背上很多债务 因为她家里本身就是借钱开店的 女孩欠了债主们一堆钱 为了不还钱 她直接跑了 很快就上网外名单 我对此根本不意外 因为我早就发现 这个女孩很自私 根本不会考虑别人 只能说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他们家里真是一个好东西都没有 这家店出事后 也被低价转租 但别人都不敢租 我和我老婆寻思了一下 最后租下了这个店铺 我们租下店铺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加固广告牌 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做生意的野心 只是开了一个小卖部 让我老婆看店 我平时还要上班 我们的小卖部与众不同 我们会在门口放的大冰柜 里面放很多矿泉水 将矿泉水免费提供给大家喝 在这条街上 我们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 要不是因为这些好心人 恐怕我们一家人早就没了 所以我和老婆都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这条街上散播一点爱 也许曾经救过我们的人 路过这里的时候 天气炎热 会想拿一瓶水喝 那对于我们而言 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但是让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是 这也没有怎么亏钱 因为经常有好心人 半夜趁着我们打烊 偷偷跑过来打开冰柜 往里面塞很多矿泉水 爱会传染 我们在这条街上感受了爱 现在我们也要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每天我下了班 马上就赶回家陪老婆孩子 以前我喜欢在外面和兄弟一起砍传奇 现在我只喜欢回来陪伴家人 兄弟气坏了 打电话问我为什么天天窝在家里 我说 现在市面上都是假传奇 哪还有真传奇啊 他激动的说 那是你没玩我这款传奇 复古版本 暴力很高 不充钱也能当大佬 我把链接发给你 我懒得搭理他的幽默 直接挂断电话 一手抱着老婆 一手抱着女儿 老婆问我 你不去和兄弟玩玩吗 我摇头 只是把他们抱得更紧 我发过誓 如果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好好珍惜他们 哦对了 那女孩做了老赖 有次回家偷拿金手 是想跑的时候 给我兄弟遇上了 我兄弟连忙喊上我 我们一起把他打了一顿 他哭着说他爸坐牢了 他妈也坐牢了 他也道歉了 他都倾家荡产了 还想我们怎么样 我担心他的哭声给别人听见 连忙把鞋子脱了 塞进他的嘴里 和兄弟一起把他揍了痛快 揍完以后 我还和兄弟一起开车 把他丢到了他家债主那里 我不知道那些债主用什么方法 只听说那女孩腿被人打断了 祖宅也卖了 把欠的钱全还了 关键他还没钱 给腿做矫正手术 他成了瘸子 明天找到工作 据说那大妈知道这件事后 在监狱里一口气没上来 气得中风瘫痪了 大便小便都拉床上 一辈子卧床不起 我没想到 这身婚道这么大 这种事情不光彩 没什么好说的 我自己是无所谓 我怕说多了 给我兄弟惹麻烦 我就简单提一嘴 欠了他这么大一个人情 我偶尔又要抽时间 陪他打游戏 全文完